老杨到处说 中国开始平视世界之后 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的 负面观感和路面评价 中国进入了哀骂的时代 如何面对 那么症结点何在 我们来归纳一下 话头从哪里说起 一度很受中国网民欢迎的 英国驻华大使吴诺南 前不久踩雷了 他有一篇涉及外媒 在中国的境遇文章 成了众史之地 不仅被中国外交部召见批评 被中国媒体连环抨击 昔日他在新浪微博 留下了很多的点赞 很多的鼓励 现在也被一条一条的 辱骂质问所覆盖 这位70后的英国大使 当然也是个学友专攻的律师 学友专攻的专业的 职业的外交官 也在北大 北师大 接受过全职的普通话的培训 一口流利的国语 讲的比我还准 那么他曾经在2012年 担任了香港澳门总领事 2020年的9月 担任了第13任的 英国驻华大使 第二位出任这个职务的女性 她是3月2号 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公众号 发表了一篇题为 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 当然呢 2000多个字不到 以英国公民撤离武汉 一周年开始缩解 当然对BBC 对中国来讲 就谈到外国媒体 在中国行为是独立的 对本国政府 中国政府行为进行的监督 呼吁中国 给多一点外媒的空间 文章 语气为婉 楼中带刚 是以英国媒体批判 英国政府的网励 把刘小光 也能够在英国的各种报纸 刊登杂志 英国和西方的直言的成果 希望西方媒体的报道方式 能得到中国的接受 但是很快 文章就被屏蔽 太多人就把他的点赞骂死了 胡锡进就写文章批评他 中国日报写文章批评他 外交部噼里啪啦 就把他召见他训了一顿 打脸 打脸 但吴洛兰当年呢 当天就在推特说 我捍卫我文章的观点 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 刘小明也信守 他那一百七十多篇 可以自由刊登的 英国主流媒体上的文章 嘿 这两点我觉得要不要提取一下 第一 吴洛兰的文章 不是记性之作 显然也是对呢 英国媒体BBC 在中国接受批评和压力的反应 第二呢 他这种文章也是政治表态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外交官 外交官嘛就来讲 他扮演的角色 就是外交官的事 英国人说话 无关他懂还是不懂中国 其实他很懂 另外的美国呢 邓于文写文章也探讨了这类问题 邓于文说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的挨打问题 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 习近平要解决什么呢 中国挨骂了问题 这是这几年 中国官方的解释 中共百年史惯常的叙述手法 目的当然是要把 习近平的历史地位 跟毛泽东并立 来继承毛泽东 邓小平的历史使命 官方描述了中国强而挨骂 也有意不提中国的制度 邓于文说 好像中国现在强大了 西方就受不了了 其实他认为呢 制度之弊端 才是中国强而挨骂的根源 如果中国也是个民主国家 虽然免不了会遭到一些人骂 但显然不像现在被很多人骂 而且有人骂 也有人要替中国辩护 但是现在看起来情况 一个普遍现象 骂中国的人很多 为中国辩护的人极少 原因是中国现在这个体制 让很多人感到恐惧 觉得这个体制一旦在国家竞争中 占了上风 对整个人类文明是个恐怖的事 这是邓于文的原话 他举了一个例 在中国居住和工作 20多年的美国资深记者 迈克尔·舒曼 最近写文章说 自己真的不想成为对华的鹰派 但是中国的习近平领导层 让他别无选择 这个舒曼的情绪看法 其实代表了一批 原先对中国友好的西方人士 而由于这些年 中国恶劣的政治环境 因此产生对中国的失望 这些人还是存在的 他又举了吴洛兰这个事情 吴洛兰写文章 未必必须辩护 但这个文章也尝试 想中国民众讲理 用中国人的话说 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善意的 如果是善意的 为什么中国官方就不可以 跟他平心静气的 继续讨论问题呢 他的文章发出来以后 官媒充满火药味的反驳 反驳虽然也在正常的 舆论批评范畴 但是外交部居然把他召见来 痛斥一顿提出严重交涉 抗议这文章是教师爷式的傲慢 意识形态的偏见 颠倒黑白操纵双标 作为大使你不要干涉我中国内政 就显得太霸道了 他认为这个文章呢 这种做法证明了 吴洛兰说的言论自由 对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 监督政府的重要性 当然在中国 媒体是喉舌 不能够批评党和政府 有限的批评 也是党和政府规定的框框里面 越过框框也是绝不允许的 批评无疑是赞美的另一面 当然也毫无意义 邓一顿认为被人骂 其实不是最坏的情况 表明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要关注你 关心你 知道你还在进步发展 还在变化 他都等到哪一天 所有的人突然都不骂你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对中国完全绝望 大家不愿意再跟你玩 好了 所有人都不把你当朋友 所有人跟你拒之千里 所有人都不说你好 不说你坏 不跟你玩 如果是这个像的不幸发生的话 那么对中国是好 是坏 是生 是死 你中国自己去折腾吧 他认为呢 如果是坐如事官 也许我们可得出其他的结论 现在有几个现象 第一点 目前也就是今年以来 去年到今年以来 几乎所有的国家 欧洲的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东南亚不知道 但有些国家也一样 所有的国家的民力调查结果 普通的民众和受访者 对中国的印象是负面多于正面 而且是越来越负面 有人说这是西方英文媒体的话语垄断权 导致的信息投放的结果 也不尽难 第二点 中国已经要准备形势世界之后 东风压倒西风 东升西降 有更多的战略定力和自信 好了 那么如何的面对 可能是越来越多 而不是越来越少的 负面的观感 负面的评价和批评 中国怎么样去面对 挨骂的时代 如何解决挨骂的问题 如何面对挨骂的问题 为什么会被这么有钱了 这么强大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又对世界贡献多多 整天要用中国的方法去解决世界难题 还有那么多人愿意骂你 增接点何在 我们现在呢 就是对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评价 负面的不友好或者尖锐的批评 总是要拍案而起 义正词言反唇相击 好了 除了拍案而起 义正词言反唇枪击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更加的完美 更加的往上 更加的强大 更加有定力 更加有自信呢 第四点 这里面想起了李显龙 新加坡这位总理 这几年呢 有关讲话 坦白讲 比刚出来的时候 要好很多 跟他爹有点相似之处 政治上成长了成熟了 虽然是小国 但是有大国领袖的一种姿态 李显龙这两天 接受英国BB的访问时候呢 他提到了 中国这几年的行动 虽然导致了西方很多国家的谴责 也引起了亚洲一些盟友的关注 李显龙说没办 我要跟中国做明 虽然我的价值观 跟美国跟其他国家靠近 新加坡在这样一个 中国美国东方西方 这种博弈过程中 没有办法支持任何一方 这对很多像新加坡的 比新加坡规模还要大 体量还要大的国家来讲 都是个问题 这就为什么我们大家都 希望和鼓励 两个大国在决定 另一方是敌手之前 必须非常仔细的考虑 如果你没有办法打倒对方 那就压制对方 这一点呢叫零和游戏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中国是个繁荣发展 国力增长的国家 注意后面这一句 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欢迎 他们认为这是大家共同繁荣 共同生活在一个稳定世界中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中国 这个机会也是美国 他多次跟美国讲 你不要逼我们选边站 我们也实际上没有办法选边站 这一次呢 美韩高峰会谈 韩国也讲 我们不在这里面做选择 跟日本态度不太一样 就是现在也不是美国一声令下 大家都往他身上跑 不是 这也是世界上另外变化 我今天说的不是这个 怎么面对爱吗 为什么你强大了 还有人要骂你 这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 谢谢大家